做舞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我跟她的聯繫 真的知道我雙手最擅長做的事 最喜歡做的事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想我去看我做的事 不只是行業 或者看每一單工作的感覺 我想我是看不到限制 還有很多事情我還未做 但我仍然有很多可能 去轉型 去做其他項目 但全部都會相關於 年輕人的事 我叫J 大多數人都叫我J-Cow J-Cow其實是我做舞的品牌 我是一個Millaner Millaner是甚麼呢 即是一個做舞的人 如果你Google這個名稱 Millaner其實主要是做女裝舞 是一腳踢的 即是由設計 由製造 和售賣 都是這個人負責的 十幾年前 即是2003、2004那段時間 我正在通過一個工作的樽頸期 覺得不太想做風格 做下去 開始探討一下 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可以做 或者是 總之是沒有心去做風格 總是想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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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真的發掘到做舞 其實就是有一個假期 我想去英國 但我看到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也有Fashion Styling 也有類似的東西 但他突然間有一個 Millanery的課程 當時是完全不認知的 他說Hat Making 我覺得好像有少少很Romantic的感覺 在字面看 Hat Making 很浪漫 挺有趣 另外就是 我本身也很喜歡戴帽 在香港戴帽 其實以前是覺得很奇怪 但都因為Millanery這個字 和Course Description 令到我覺得不妨一試 就是踢了這個怨恨 我覺得這個浪漫正在轉化 因為這個浪漫其實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選擇好的一個態度 即不會流失的 我很相信我做到 直至我真的討厭這件事 如果不是我一直做下去 我會保持著這個態度 我會否久不久 我會製造一個機會 讓自己感覺到 我當初那個 最純粹的浪漫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件事 其實這些是自然的 原本有熱 還有少許濾 這件事 可以描述的 我會覺得可以描述的 可以描述的 這是一個 即時把一些舞弊 剩下的 很漂亮 不錯 沒有 我覺得沒有變 舉例以前的浪漫 就是一個人做到好事 很享受 自己在聽音樂 就自己在 可能上網看別人的東西也好 或者是有些新材料 自己在用一些技術去創造一些東西 是沒有壓力的 因為不是客人訂了帽子 你什麼時候要趕 那些是一個人的浪漫 但現在的浪漫就是 我接了一個工作 很重要的 他是想找我做投飾 但他很沒有信心 他覺得他戴什麼都不漂亮 他又覺得 我放了東西在頭上 會不會很奇怪 但他又覺得 他需要一個投飾 那浪漫就是 我怎樣和這個客戶 去談一場戀愛 我令到他相信 我是他的正確選 就是我創造給他的 那個部分 他會很愛他這樣戴 而又戴得很有信心 那我想這個就是 我的浪漫 你怎樣令人開心 就算是一個商業工作也好 我能送到 我令到我的客戶 用我的作品 在一個活動中 很開心 他的客戶都笑了 很大口 那這就是我的浪漫 就是我談這場戀愛 我談得很成功 所有人都很愛我 或者很愛我的作品 那就是我的Romantic 就是我會 我會在每一件事裡 找一些很甜蜜的東西 給自己去感受到 我這次做這份工作 我做得很成功 但這就是我 我想我自己一個人的 態度 如果你永遠都追求 一個技術上的追求 是真的學不完 但我覺得我現在這個位置 我想追求的東西 除了是技術 就是一個很個人的風格